这饼比冬天的都多 我怕炸的小水坑 一牛小水坑就没了 盖上了都 回家拿爬的 来 毛爬的 这是搓牛粪 踏在这里吃 来来来 小可爱呀 这小肚子吃 踢踢 看这肚子怎么样 他的肚子跟别的牛肚子不一样 肚子往下边鼓流 看到没 看到 看这下边鼓流 他这应该都是旁边鼓 他怎么跟下边鼓流 腦子肚子可鼓流了 看到没这肚子 这肚子好像下垂 怎么回事 没一见没一见过这二人的牛 这个不是生病的那个牛 这是另一个小牛 这小肚子吃六元呢 你吃下肚子就吃了 关键现在的肚子 跟别的牛肚子不一样 他喝水啊 自己喝 能吃能喝 隔着里吃饱一出来喝 比那个小牛腔弄我了一点 喝闯了 来妈来顶我来摸的都是 上我的腿来顶一下 那天他吃那个牛奶 我不想吃啊 他过来就顶我一摸他一步了 不要摸 平时我一摸啊 你看 我就摸一下肚子怎么的 我摸一下肚子看 我看这肚子怎么的 他过来顶我来了 太能吃了你 这辣吃肚子还能蹭着吗 不能吧 这小肚子蹭着办 这小肚子吃 你看 这脾气可不好了 真是哈 就行着早朝吃 老养人俩 跟他蹭俩 跟他蹭俩 一天感觉才能听懂言话 吃饱了 他一天自己在这里多幸福 上那个草篮子里吃饱了 就出来喝水 然后就在这里溜的 去晒太阳去了 去晒太阳 你看 你看人家真静 他比那个精度了 你看就那边有点太阳 他去晒太阳去了 就把他自己也就完无理了 没把他放出去 放出去 他又和那个小牛抢哪一次呢 不敢把他放出去 你捅他肚子全都下垂了我感觉 吃饱了就像个神一样 都不要看了 给人家跑 这个头上下的三五五大 不敢放哪 一放出去就抢哪 你不要抢 还来劲 他是真静 啊 可能晒太阳了 可能晒太阳了 这个屋里就那地方有点太阳 他站着晒 你也太近了 是不 你也太近了 你这可会撒叫 你是不是太近了 我看你这睫毛 可能晒太阳行 可能晒吧 他就你这点厌活 他们都在这晒太阳了 也不敢把他放出来 一放出来就来吃奶 哎呀那小牛呢 这个吵牛怕 那我垫了 那个吵子 一放出来就喝他抢奶呀 今天瞅着还行 身边也像有点肉了 这里 在这点暖晒太阳 他咋就给这啃这树皮呢 这牙子缝里给这树皮啃呢 看这树皮都还啃下来了 吃着玩不大嗓子嘛 谁不 大家好 我是小娜 我家那个小牛都沉静了 这里 太近了 牢静牢静的了 这家伙一天啊 自己可哪招刺的 能吃能喝 然后自己吃完 就在屋里有阳光的地方晒太阳 吃饱了就晒太阳 把他自己卷在屋里了 不敢放出来 一放出来 他就找那个有病的小牛 他妈拿去吃奶 那小牛就一口也吃不着了 主要他太紧了 那小牛弄不过他 所以不敢把他放出来 所以有时候哈 一说他一等他还不乐意了呢 还过来顶你一下子 平时都要抹 你要说他什么话 他不要抹 他就生气了 你说这牛是不是成紧的 娘 这也太紧了 现在有病的那个小牛也好多了 现在没有什么事了 之前大家都特别关心我家那个小牛 现在就 在喂 十天左右的奶 就不用喂奶了 他就可以正常吃炒了 现在想让他补充补充体力 所以咱们喂一粒奶 这个是之前来卖干豆腐的 那个大爷又来卖干豆腐了 关键是这上面的没有几户人家了 我家这俩大白鹅 在这都变成黑鹅了 已经看不出来有白样的 秋儿秋儿 现在都已经开始下蛋了 看了吗 下一个绿伞 正年 这鸡蛋怎么感觉像牙蛋似的 我看看 绿皮鸡蛋 他没看过绿皮鸡蛋 我家鸡虾的